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我是HAMU 呃好的拉王這款像殭屍開跑 今天開啟上市的今天是5月9號 昨天就先下載好了 呃自動射擊耶 給他自己設計一下 嗯我看一下喔 學一下這個 好那這遊戲玩法有一陣子也蠻多的拉 甘道夫醒醒吧 還有一堆勇者的拉仙霞的拉 我最近有玩那個什麼加勒比海盜的 不過他是 這邊是佔4隻英雄拉 1234加自己本體 然後這邊會有5個技能 這遊戲看起來是4個技能去強化 然後是這種殭屍題材的 像殭屍開砲 哇5000加喔 真的假的有打廣告 就肉哥割潮啊 休閒解壓 這是增加我子彈的 傷害拉然後這個是技能類的 還有另外兩個技能待會再選 我看一下他們臉書 雙商店下載 還有一個華為商店下載 華為手機已經推出台灣的市場了吧 你買不到 這是那種經銷商代理商的管道 你買不到 你可能要去網路上買還是買得到 就可能沒有經過代理的 我快撐不住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城市大街LV8 然後這個是經過的時間 好我要開始破學拉 我的這個鐵絲網 學習乾冰一下 還有沒有得救啊 開始你還是把這些技能學起來 這樣比較好 這些我都有拉 只是強化那個技能而已 欸 實則評論喔 1.7顆星 拉 手機雷鎚鎚鎬鎚鎚鎗 welcoming 舒約 光額 一開始就被打到這個扣血 很難得很難得 因為晚了通常都沒辦法逼近我們 就直接逼近到我們這個瀕臨城下這樣 麻痺增傷 溫壓衝擊 散射小兵丹 我還要這個填蛋有沒有 30發填蛋 然後這個也是有冷卻時間 小心點好了有點吵有點吵那個音效聲 我沒按好我還沒有選 沒有讓我選一下比較強的 我已經扣掉五分之一的血了 四分之一的血了 到底是哪一個技能啊 怎麼還少一個技能 難道說每個人玩的時候都是這樣 我什麼都不能做啊 只能看著他 騎射 我們有一些技能是 電擊是打後排的 電擊是打後排的 撐不住啦撐不住啦 火焰子彈 哇 敵人都一群一群的一坨一坨的 選不到啊 選不到這個第四個技能到底是什麼呢 嗯 這邊可以加速嗎 還不行 呃 首先他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那個 可以通關啦 就剩下的那個刺 剩下的殭屍數量啊 波刺啊 那你就不知道要打到什麼時候 好像永無止境 出來了 緊急修復 沒有 緊急修復只是一個選 不會選的功能而已啊 哎呀 30% 好啦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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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這邊已經沒有僵屍 撐了大概五分鐘 他的唯一創新就是我們受傷了 我們受傷了 因為我玩過那麼多款 很少一開始就受傷了 這個就被打到這邊 很少 很少 他可能要營造出殭屍很多的感覺吧 喪屍如草 剛好練到二十幾耶 剛剛好 好 撲身 呃 見面好理 三三元 好啦 可以取ID 哈姆 改名成功 戰無軍團 對外馬不知道 襪子調高一點 語言 呃 四大語言 沒有 後面還有 手除就是見面好理 特惠 嗯 活動 活動 要你課金的 七十狂歡 未領取 剛剛過了 啊哈 我剛剛被打到50%一下 完美通關 然後郵戒 沒有郵戒 呃 一開始有公告嘛 但是 開啟遊戲就直接進來了 他也沒有讓我看公告 鑲嵌寶石是怎樣 這樣子是不是 哦 這也可以裝啦 然後 二級 三級 二級 二級 零級 一級 已經練完了 一鍵練完了 攻擊石強化4 那這是一些圖紙啊 現在這種升級裝備都需要圖紙材料 還有 錢錢 這個是商城 支援 月卡 超級月卡 特取月卡 然後 核心應該是天賦啦 沒有 是技能 槍挖技能 這個剛剛沒有選到啊 裝甲車 就是有點像 滾輪滾過去吧 你看 路徑上造成傷害 這個都會有 就是會有一個技能有點像那個滾輪啊 或者是海浪啊 來到的話就海浪嘛 那如果是一些 勇士啊 勇者啊 就會有一個 大木裝這樣滾過去 那這是圖鑑吧 普通殭屍跟雙頭殭屍 怎麼會有雙頭殭屍呢 雙頭殭屍是從雙頭 進化而來 那雙頭的話就是連體陰啊 如果是人類的話 人類會有一些連體陰 台灣也有啊 以前有新聞有報啊 然後後來就動手說把他們分開啊 他們就變成他們身體只有一半 然後手腳也各一半而已 然後他們就另外一邊可能就是要用一些 輔助器吧 讓他們走路這樣 以前那個台灣早期有愛國獎券 就是現在的類似那種 熱透 買得很愛國 然後那個在愛國獎券都是一些 那個有肢體障礙的人 可能是小麻痺啊 或是什麼什麼都會看到 給他們一份工作這樣 現在也是啦 現在有時候你在那個銀行外面或是哪邊外面會有那個 坐著那個輪椅車 住電動車什麼 在那賣彩券 因為他們會有資格可以去買 可是那個都比較難賺 彩券還是得在彩券行買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有很多人來買 好這個是第1關嘛 還有精英的 然後這第2關 再看一下第2關吧 廢棄邊界 呃 假設我平常是練到20幾好了 20幾 不知道喔 試試看 加速的部分還不行喔 嗯 就是你通關之後才可以 好 我們這邊先跳一下 先跳一下 好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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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車子 吉普車啊 裝甲車啊 這個 有好一點有沒有 直接擰壓過去 傷害有掉啦 因為我是 多叫一輛 多叫一輛 他傷害就會掉 當然我還是有受傷 就是你越分裂的話有時候傷害就越低 然後可以附加一些暈眩啊 麻痺效果 這個電影有麻痺啊 車子可以暈眩啊 反正撞暈一下 好 現在已經18等了 上剛剛是20等 就過關嘛 我不知道 我只能這樣判斷 看看是不是啊 重型裝甲車 我好像更大台 更大台了 他真的比較小台 我就說一定有木裝的那種 持續性這樣壓過去的傷害 19人 19人 這個吉普車啊 裝甲車 你一定要把它練起來 他是最重要的 看到必選 看到必選 他傷害是最給力的 你看 今天冷卻 你看我今天要7幾了 7 升了7次 果然又是20啊 果然又是20 目前觀察就是 這些經驗值剛好可以讓你練到20幾 20幾就是 你的這些技能可以點20次啦 那就去分配你要選什麼 反正目前有裝甲車必選 你看我這次就沒掉什麼選 這還是第二關喔 變大台啦 大台啦 帥啊 帥啊 而且我覺得要雙倍獎勵啊 雙倍獎勵 對對那獎勵比較多啊 看廣告一下而已啊 繼續養成啊 沒啦 這麼快就沒啦 沒啦 這是鞋子喔 他寶石有分 他寶石也有分啦 也有分各裝備 使用一下 不夠 要10張 不是缺金幣還是缺那個資源 圖紙啊 好 還OK啦 還OK啦 這種遊戲大概就這樣 輕鬆放置啊 我剛剛說 跳過嘛 我就 跳過了 我就自己 我就自己喝水啊 喝水 哎唷 又有圖紙了 我就喝喝水啊 發發呆啊 就過了 鍛造裝備 一鍵強化一下 應該就可以了吧 應該都升完了 因為一鍵強化吧 對啊 都升完了 呃 我們的槍應該可以的 這個天賦應該可以 好 又不夠了 我這次也沒有完美通關啦 喔 沒有完美通關 還是有被扣血吧 你要我聖靈血量76% 這個比較慘吧 喔 這是78% 這個比之前玩的都還要難一點點 好 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那個裝甲車還蠻酷的 把殭屍黏死啊 碾壓 好的 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巴阿姆 到底